又出现余震 王姓一家人急忙着抱着幼儿往屋外逃 住在台东盐平乡武林部落的王姓住户 在9月17号晚上9点41分 在关山发生规模6点4地震时 王姓住户的房子就出现军裂 到了隔天下午的2点44分的池上墙震 就造成房子倾斜移位 我正在照顾我的第一个外孙女 在客厅在摇摇营 我给她安抚 给她睡觉 睡好了以后我想说 她已经睡着 我准备要吃晚餐 结果我要吃晚餐的时候她又哭 那我就跑到那边 我想说结果我到中间这个窗户 就地震了 地震的时候我当场看到我们的那个墙壁 因为是里面的就这样烈烈 看着地面土地和房屋移位的画面 加上到目前余震仍然不时出现 使得王家一家人不能继续居住 由于王家正是歌手王洪恩叔叔的家 位在武林国小北侧 由于在这次的地震 学校也有大量柜子及物品掉落 王家女儿回忆当天地震发生的情形 是我的那个小女儿啦 我小女儿刚好一个人 对 她刚好在客厅 然后被那个柜子这样打到 还好她坐那个摇摇窗 所以那个柜子只有插到她的额头 然后我爸爸跟我先生就马上去胎 然后有去看医生 受灾族人虽然暂时安置在亲人家居住 趁着白天时间进行打爆物品 但由于余震不断 也让王家一家人感到惊吓 也希望政府能够及早协助 解决他们日后的重建 记者卡罩Uji台东言品采访报道